让高高的身体不确信 直到我们感见无形 各位弟兄姐妹 早安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早晨 一起来敬拜赞美祂 相信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要一起将荣耀归给祂 哈利路亚 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 哈利路亚 你荣耀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幻然显 hiss Mah Convene 用带祢为我 荣耀都归预 君王就在这里 把腊显显身 bee 和撒那归宇 是高神主耶稣 神前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 哈利路亚 你荣耀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怀然陷阱 拥戴你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胆掌线着地 和撒那归宇 至高神主耶稣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怀然陷阱 拥戴你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胆掌线着地 和撒那归宇 至高神主耶稣 阿雷利亚 阿雷利亚 我们一直要来敬拜祂 哦 公佑你之后 我们才美 更多更多来告知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在这里的名 更多更多来告知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在这里的名 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燃先祭 拥戴你为我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胆掌生着你 佛山那归于 直到神主耶稣 佛山那归于 直到神主耶稣 佛山那归于 直到神主耶稣 使得主耶稣 圣赛爱戴都来归于你 我们这样的敬拜和祷告 使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弟兄们平安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电视祷告会 我们的祷告大军 这整个礼拜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永远有盼望 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 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 那就是我们属于主 上帝使我们永远有盼望 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新闻 启示录21章1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启示录21章5节 坐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罗马书12章2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在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当中 我们就发现说 上帝竟然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新天新地 而且海也不再有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难以想象 因为海是这个地球的开始 因为海是里面有许多的丰富 海它让我们世界的几个大洲 几个海洋 让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 怎么可能想象海没有了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但启示录告诉我们 新天新地 本来就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从我们今天的几段经文当中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如今这个时代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改变 我相信就像今年的天气好了 应该会让大家非常的有感 这几年天气不断不断地变化 很多很热的地方 现在突然间没有那么热了 但有些地方却变得更热 然后尤其像在台湾这个小岛上 大家都会感受到天气越来越热 没有冷气 简直就是受不了了 跟我们享受的天气 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基于这样子 全球气候不断地改变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一天海不再有了 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知道海洋就是调节 我们现在所谓的天气 而天气是最直接影响一个人的 不晓得大家会发现 你早上起床出去或热或冷 一出去以后外面的气温 今天出太阳或者下雨 它会影响你的心情 每天都在影响你的心情 竟然不是钱 而是天气 只要你眼睛打开 只要你一醒过来 你就在受天气的影响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居住过 我在纽西兰住的时候 那个地方很妙 那个地方只要天气也好 所有人都出去消费 因为他们常常天气是比较寒冷的 比较没有太阳的 所以太阳一出来 大家觉得心情好好 所有人就出去买东西 就去mall 就去逛街 不可能有没有钱 反正天气好 我就要出去花一点钱 很有意思 非常有趣 天气非常直接的在影响人 但声音上说 有一天海不再有了 当海不再有 就没有天气的调节 那个意思就是说 新天新地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观 跟我们现在每天受到气候 受到温度 受到环境的影响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第五节说 神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更新了 更新了 最后我们刚刚读了说 基督徒 当你明白上帝将一切都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但是我们要很诚实地说 各位你认为 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 最跟得上更新的脚步吗 所以今天我们想让大家一起来思想 如果上帝是一个 不断地做新事的上帝 如果上帝是不断更新万物的上帝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赶快 跟上上帝的脚步呢 所以谁是最能够跟上上帝 更新的脚步 很多人说 科技业 因为科技业每一天都在研究新的技术 你的手机 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你 要更新了 要更新了 你用的那些APP 你习惯的那些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要使用到的这些科技 它都会告诉你 你要更新 我们现在又有新的版本 你要更新 所以我们就觉得科技业 大概是最快更新的 亲爱的朋友 这个世界不断地在更新 各种技术不断地在更新 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更新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上帝正在做新事 不管是我们现在聚会的方式 传福音的方式 神都在更新 更新 更新 甚至于我们最近有邀请一位弟兄来做见证 他讲到他怎么样在家务病房 医生动手术的时候 神向他启示显现 所以他有很奇妙的经历 他讲一句话 他说神最后告诉我 说在这末后的时代 神要做更多这种事情 神要在更多人病危的时候 直接向他显现 神要拆派更多 这样子有过这种奇特的 经历神经验的人 回到这个世界 向我们述说上帝的真实 所以现在朋友 神一直在做新事 科技也在做新事 这个世界不断地改变 但我们要问 我们自己有没有改变呢 这是我们今天祷告的重点 求主让我们心意更新 心意变化 让我们敏锐于圣灵随时 正在教导我们的新的功课 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首先一起来感谢主 当我们想到未来的新天新地 我们要大有盼望 我们来宣告 不管世界在我们眼前多么混乱 但世界的未来在神手中 我们要一起来宣告 我们一起来赞美 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一切都照着祂的心意来运行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 祝您是做新事的神 祝您是做新事的神 祝我们感谢 因为您在展现 这个世界是在您的心中 不管这个世界我们看到 不是我们的超高 但祝您是做新事的神 我们在世上地的神 来福祉带着我们的神 来福祉带着我们的神 主 让每一段的你的众子 被你都来经历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主啊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这天地地和海也都是主你所创造的 主啊 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没有的世代当中 主啊 我们看见世界的变动是如何的快速 主啊 我们真的向你来呼求 主啊 求你仍然在这地做王掌权直到永远 主啊 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 主啊 这世界是你的 主啊 这地和海仍然是属于你的 虽然天气剧烈的变化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是那掌权天气的主 主啊 就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天天来赞美你 天天来仰望你 因为你是使那信心创始成终的阿爸父 主啊 也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来紧紧跟随主你的脚步 活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 我们愿将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万物更新的神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因为万物是因你而造的 主啊 在你的里面万物 一切都能够被更新 主 感谢你让我们知道 新天新地的未来都在主你的手中 主我们迫切期待 主啊 你带降下这个完美的美好的国度 将世界都放在你的权柄底下 主啊 得到真正的更新跟改变 主我们祷告 我们宣告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有的主权都归于你 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接下来我们也要来祷告 神不只更新外在 我们也要来祷告 那个庄稼的主 祂能够让人的心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很邪恶 所以我们要求主更新人的心 我们相信还有许多主所爱的人 我们求圣灵动工 让那些人在痛苦中 在软弱中 在灰心 甚至在对这个世界 很不满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找到神 他们要认识神 我们祷告 求主在人心中做更新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仰望祢 主我们来祷告 祢要在人心里工作 在那些痛苦的人心里工作 在那些诡诈的人心里工作 主啊 主啊 祢认识谁是所谓的人 主祢在人心中做更新的工作 主啊 让人真的地互相 让人爱 主啊 让人认识祢 让人寻求祢 愿离我们的黑暗 愿离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卖冠 愿离这个世界的诱惑心爱 愿离所有成全不属里的 主啊 祢更新人心 主啊 把人生带到我们的面前 主啊 祢能永远离来在我们的 把我们的家人都带到我们的面前 主啊 祢的话语告诉我们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主啊 我们知道这句话 但是主啊 我们需要祢的帮助 主啊 求我透过祢的话语 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心思一念 主啊 让我们的心思来对齐于祢 让我们的心思一天心思一天 让我们能够吃喝祢的话语 借由主耶稣的话语来更新 主啊 也求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引导 引导在这些世界上面的人 主啊 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 去生发影响力 主啊 让我们能够带领这些朋友 去认识耶稣 主啊 透过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能够发生转化的能力 主啊 谢谢祢 赞美祢 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身边当中的 每一位朋友 每一位接触到的人来祷告 主啊 让他们来认识神 谢谢耶稣 好 亲爱的耶稣 主啊 求主祢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 祢圣灵来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每天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时时可以更新 主啊 求祢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主啊 让这个世代可以遵祢的旨意来行 也让更多人可以学习来认识神 主啊 打开世人的心来归向祢 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 主啊 我们仍然要有 可以为主来做工的人 主啊 求主继续帮助带领我们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最后我们就是要来为基督徒祷告 因为基督徒本来应该是 最跟上上帝脚步的 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那么僵化 我们传福音的方式 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 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 为基督徒 为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为这教会来祷告 为这基督徒祷告 主啊 你要让基督徒 我真的是心跳被你开极 真的明白你的主意 跟上帝的教会 主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后来 有你的心理 求受祢的工作在我们的脑中 我们求整佛祈祷 我们能够一样 我们要用的下来祂 祂注在祂靠主 祂注入你 能够在我们的脑中来祈祷 谢谢你 祂注入我们的脑中来祈祷 要好好够出基督的圣灵 够出主意的服装 主啊 先来救受这些衣服 祂注入我们的信仰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赞美祢 主 我们单单向祢来呼求 主啊 求祢的圣灵再次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教会 主啊我们要有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灵 主啊让我们真知道 主祢是做新事的神 主啊带领主祢的百姓 主啊能够脱离那个僵化 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要敏锐于圣灵主祢的工作 主啊当我们来寻求祢跟随祢的时候 主祢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祢 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温寻如歌 主啊能够灵巧像蛇 能够紧紧跟随祢 活出主祢所喜悦的样式 我们单单就是要来赞美祢 主啊我们向祢来祷告 主为着所有基督徒向祢祷告 求祢赐下属灵的智慧和带领 主啊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的心与祢的心合一 主啊求祢兴起我们 对祢有一颗敬畏的心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彰显出主祢的圣洁和公义 求主祢圣灵动工在我们中间 除去一切基督徒的僵化 规条 教条 个人意志 主啊让我们的 能够更加的有智慧 使我们能够与祢合一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对祢的话语保持敏锐的心 并顺服主祢的带领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主 主祢是更新一切的主 我们也求祢在现在此刻 就更新全地属祢的儿女 祷告奉耶稣的名 求Amen 聖光就在这里 我们怀然陷阱 拥护地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聖光就在这里 他能掌揭着你 和算他归于 指导圣主耶稣